聽著一首很有假日感覺的音樂 我們今天要去這個數碼港 數碼港公園和數碼港商場 數碼港商場是可以讓小狗下地走的 我們今天吃了東西出發 但也會介紹哪兩間餐廳是可以讓小狗進入的 數碼港商場就有自己的停車場 消費滿一定的金額就可以免費泊車 數碼港商場這裡有一個好像中庭的大草地 不定期有時會有氣體 在這個大電視上映 在這裡可以放狗狗 可以在這裡野餐 就像中庭一樣 很開心 剛剛看到 有看到我們頻道的朋友和我們相影 之前也試過幾次遇到大家 你們的一句支持是我們繼續拍下去的動力 多謝 多謝 數碼港 海濱公園這邊 很漂亮 這個海濱公園真的沒得撐 好可憐 這裡很大片草地 而且四處都種滿了樹 所以又不會太曬 唯一是人比較多 今天 如果這個海邊有一間cafe 那麼不錯呢 可以在這裡坐下喝杯東西 看看夕陽 數碼港商場都有幾間餐廳可以帶小狗 這間是其中一間可以帶小狗的泰菜 這間西式餐廳 室外位也可以帶小狗 然後再前面有間 橙式這間墨西哥餐廳 它也有一間室外位可以帶小狗 外面數碼港 海濱公園就很多人很多狗 但是商場的人流真的非常少 這麼難得有可以讓狗仔落地走 Pet Friendly的商場 大家有空也來支持一下 海景台這裡的工程正在做 要不然買外賣在這裡看著夕陽 吃東西都不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圍著你轉圈 哈哈哈哈 爹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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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爹爹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影片 看完了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影片 拜拜 拜拜